黑心食品连环抱到底什么才能吃呢 这种问题问医师最准确了 来看到毒物专家林杰良的小孩是不吃素食 全家也尽量不外食只吃天然的食物 不吃加工食品 但是外食族该怎么办呢 营养师就建议了 三天至少要吃一次清淡的饮食来调节身体机能 问题食品连环抱 很多人都担心外面的东西是不是都不能吃了 好吃油腻的买东西回去自己在家煮就好了 大家都想真正吃的健康 毒物专家提供了自己的饮食准则 吃食物啦不要吃食品 像我的小孩的话 闻到一些又炸的东西甚至都会想吐 孩子不吃素食 菜有也忌口全家人例行简单饮食 来看看林医师的无毒菜单 早餐是燕麦水果和白肉 午餐两菜一肉都用水煮 晚餐的肉再少一些再加一份水果 但忙碌的外食族又该怎么办呢 如果你聚餐的话吃的太油腻太咸的话 那在第三天礼拜一的时候 尽量是以清淡的饮食 那礼拜一的饮食可能就是说 以吃大量的蔬果为主 大餐之后自己调节清淡饮食 减少加工或烹调过程复杂的菜色 抓住简单这个要诀 就不用太过担心 吃进嘴里的东西会伤了健康 吃点软的食用 吃点软的士